曾经有见证韩国基督徒女画家 被主提取 然后她亲眼看到地球和天堂的真实存在 并画出来 我们如何看待 就当神话听听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所谓被主被提 它是真的在异象当中还是真实的 她说不清楚 在异象当中我们可以接受 某种人在特别的那种疾病当中 特别的状态当中 上帝可能给予他个人某种特别经历 但是有没有这个经历一点不影响 为什么 有圣经就足够了 还有你去看一眼地球 你才知道地球的状态 关于了解地球除了圣经里面 谈到神创造地球之外 还有一个 他在神创造和救赎当中地球的位置 然后再也就是我们透过物理学 天文学里面一般的常识就足够了 必须得浑游向外到外太空里面 以第三者来观看地球吗 那宇航员不比我们做得更优秀吗 对不对 然后看见天堂真实的存在 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 以前在中国比较风靡的 这个天堂地狱的启示 我从序论的时候 我一看我就扣上了那本书 我没法看下去了 我举几个例子 他就说这个人死了以后 主耶稣就带他下地狱 然后他就看见那个地狱里的人受痛苦 然后那个烧得不像样 然后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脸上的那个渣子就往下掉 然后他就说什么左腿右腿 他先带到什么什么地 当我听到这里面 我就发现他很多不符合圣经的 第一 在地狱里面的人 现在的人是只有灵魂的状态 眼上掉渣子 眼珠子往外掉 那是物质身体 对不对 灵魂不存在什么掉渣子的问题 好就算你掉渣子 那复活以后的灵体也不掉渣子 对不对 不朽坏的身体 永远受罪 第二退一步说 就算掉渣子 那恐怕你120斤 你300斤也不斤掉 掉一个月 掉六个月 可能就掉没了 你这个人就只剩下灵魂了 对不对 所以就胡扯 既没有常识 也不懂圣经 然后就说什么 主耶稣 旺称主耶稣的名 然后地狱的左腿右腿 那地狱的脑袋 心脏就胡编烂造 圣经呢 我们进一步说 圣经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好奇心的万花筒 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书 让我们知道生命和救恩之道 教导我们如何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荣生义人的生活 信仰和生活唯一切实最高的权威标准 上帝给我们圣经就是让我们要知道的真理已经其实在圣经里 上帝觉得有必要 为什么还要不在圣经里面说 然后在圣经之外靠着那些败坏的人 他们说的见证 他们所经历的感受到的真实性 有没有圣灵的漠视 这个没有把握 我们凭什么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 而且他们说说的又跟圣经冲突 如果上帝想跟我们讲什么秘密的话 为什么不在跟使徒们他所拣选的仆人们说 过了若干一千多年两千年 他又找一个韩国的某一个什么所谓的女作家 然后把他的秘密又告诉他 那么出来了个A女作家 那么明天又来个男歌唱家又怎么办 他说在天堂上听到了这个上帝天使演奏的声音 所以我就给你演奏一曲吧 张老三出来了 李老四怎么办 你发现就每个时代里面出现数千无数的 自称为见过主的那些假先知 我们就像马太福音24章里面所说的 有人说基督在这里 有人说基督在那里 不要被骗 圣经的充足性原因就在这里 所有圣经里面没有提及的 其实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太无关紧要的 地狱左腿右腿知道了有什么区别 总之不信的人就下地狱吗 恶人就下地狱吗 看见烧的这个滋哇烂叫 还用他说 圣经里面早就说了 不灭的火 蛆虫 稍微有点共情的想象力的都能知道那痛苦 还用直接去看吗 多骂说主啊是你吗 让我探探你的肋旁 探探你的钉孔吧 耶稣说那没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上帝喜悦的是什么 所以不要被迷惑哈 假先知 末后的日子假先知要出来 迷惑人 行虚假的神迹 这是其中之一 也包括宣讲虚假的什么异梦异象 假的预言 启书里面提到了受 提到了这些撒旦的使者里面 和低基督三位一体正好是对应的 所有的都是模仿 模仿神的启示 模仿神的统治 模仿神的作为 这就是撒旦的伎俩吗 为什么不知道呢 所以大家不要受这些所谓 这些大仙们 这些先知们 经历了什么奇特的异象 我们可以保持敬畏的心 画个问号 知道也行 真的也行 假的也无所谓 但重要的我要相信神的话 多梦多言 多吹虚幻 你只要敬畏神 这个敬畏是指 以幽华的律法为刚 有没有梦有什么用 有没有梦无所谓 有神的话就可以了 没有梦我照样过信仰生活 有了梦也不影响我 因为我信的是神的话 不是信的梦 启示论圣经观都没有过 然后到处去做见证什么 天堂地狱 有你那个天堂地狱的见证 那个天堂变得更美好了 地狱变得更悲惨了 还是怎么的 有没有都没有用 圣经的见证已经足够了 拉撒路那个比喻不是说了吗 有摩西的话都不信的话 即便有个死人复活 去了也不信 难道耶稣的见证还不够吗 使徒的见证还不够 不值得信吗 还要兴起来一个 没有上帝特别护理 漠视的那些罪人 讲着那些低 又低又烂的那些故事 去为福音做辅证吗 然后你因为信他的这个见证 然后愚蠢地被忽悠了 来信耶稣吗 那种信真的是值得怀疑 所以你往左往右 往前往后 往上往下 再琢磨琢磨 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 忽视也无所谓的事情 如果你要听那样的故事的话 那各种异教里面 这种故事就多了 那你到底要 是要看圣经还是要看它们 来信 miles 这种证人